歡迎大家回到新一集講碼攻略 我們上個星期也和大家講過大賽、杜拜 這些成績都OK的 日本隊的成績都OK的 但沒什麼運氣,全部第二 所以我們繼續這個星期不會放過日本碼 繼續講日本 就來到4號跑的大阪杯 就在板神競馬場跑的2000米一級賽 沒錯,今年陣型都很特別 因為有些馬說一定會來香港 謀勇兼備 有些馬去到杜拜創世區 就變得好像有些強弱懸殊 很分明的局面 某程度上都對我們來說好事 起碼你量的時候 勾勒出來的範圍應該不難 應該也不難 但當然 其他馬都走了 當然有兩隻強手 沒錯 說的是放聲歡呼呼和鐵尿澳天 立即跟大家先看看放聲歡呼的影片 放聲歡呼 是 這個是冠軍一里賽 是的 也是在板神 是的 同場還有戰武者 戰武者一定是這場 另外一隻焦點馬 所以其實 都是三紅頂立的局面 是的 這場戰武者其實是輸了 跑第五五 如果沒有記錯 是的 是有點失望的 不過那一場可以給藉口去 不知道為什麼找到杜滿萊去跑 大家知道杜滿萊 我們經常說他日本化了 感覺到他劇場的時候 就好像有點怪怪的 是的 我嫌他這場真的留得有點厚 其實看回這隻馬 他上季跑三歲 輸給鐵尿澳天的賽事 其實他不是留得很厚 沒錯沒錯 他這場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留得出奇地後 那我想 可能上次的檔 叫做十七檔 有些影響 其實他現在一直在尾四 可能他就一直蝕著腳情 回到來 結果就只有第五 還有他那個彎 都好像扔得很出一下 是啊 你看到這裡已經準備低了他 你想想 香港跑馬都死了 何況日本 真的 所以這場落敗 大家又不用這麼介懷 那這次 撿回二代 就像阿威說 其實他根本就不需要留得這麼厚 那他擺到回前小小小的位置 用回 即是用重山的雲平 我相信都應該OK的 雖然第一次跑 是啊 都有點憧憬 重山有些跑馬都應該穩定的 是 你叫他做一件事 沒問題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放星歡呼 中間 Sunday Racing那件衣服 就是他了 唉 你真的不用說 那些後勁讓人害怕到 他那個後勁景 而且去年是差不多 全年都那麼適合 沒錯 就是他那個狀態 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看看今年 啊 來到這裡 嘗試爭情跑二千 看看到不到了 是啊 因為大家知道了 那放星歡呼呼 除了贏這場之外 就贏了短途馬禁標 那 無論千二又好 千六都好 其實他那段爆發力 都是很厲害的 那究竟他 他一場去二千了 他又那段爆發力 可不可以用到呢 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純粹看血統 大震撼那些 應該二千都沒有問題 嗯 嗯 沒錯沒錯 而且你始終經常都說 這些中短途的那段爆炸力 如果他跟前 即是直到先走掉 那段力可能後面 哪怕追不到 最簡單的例子 打臂那場 達深星就是這樣先走掉 是呀 那看看他有沒有這些機會 其實他要挑戰這組的對手 都不是說弱的 嗯 你說達深星 那達深星 最大對手都可能是那些什麼 警博 嗯 但是他還有一隻很強勁的對手 就是除了戰武者 嗯 就是那隻三冠王 鐵鳥王天 鐵鳥王天 是的 因為戰武者都是不夠去跑的 怎麼都 是啊 這條片大家都很熟的了 是的 日本盃 誰贏啊 行目跑第三 毛勇堅備 是的 第二就是鐵鳥王天 是的 就是你輸給兩隻 一隻叫做三歲馬女的馬王 是的 一隻就真是馬王 是的 那你這個賽職 真的不容易挑戰的 我相信 沒錯 這場日本盃已經被譽為近年的傳奇級的日本盃 就是那三隻馬其實很明顯都很高的 那你鐵鳥王天和毛勇堅備 當時你始終拿著三冠的職過去跑 你對著一隻 就是頂級馬後 行目已經這樣 所以就算鐵鳥王天 雖然說輸了 就是他跟網勇堅備一樣 但是我覺得 其實以他們的水準來講已經是很合格的了 絕對是 但是我自己會想一件事 鐵鳥王天其實都是 因為這場馬其實很多明星馬 都是沒有熱身的 嗯沒錯 一來復出就跑這場 那看看鐵鳥王天 究竟2000是首本還是 2400才是首本 因為其實他還有得 就是他跑完這場 其實可能目標是放在寶寵紀念都不出奇 噢不奇的 那又或者 其實可能他真的 其實很合格 一出就贏了你們 又可以 就是 我就會想 其實鐵鳥王天 他真的想想 部署是什麼呢 不過 因為始終 這麼說 他跟放星夫夫 甚至戰武者 大約2021年都是沒有跑過的 其實某程度上 這場你可以說 熱身也好 就是你讓他們試一試 就是走出來 去 跑一場 看看成熟的進度 去到哪裡都好 但是 當然啦 你始終譬如說 剛才阿威說的疑問 就是鐵鳥王天 究竟2000其實 是不是對他來說 最正宗呢 可能就是2400才最好呢 但是我覺得這些 真的 用級數去答救 可能真的 是啊 你看這裡 放掉了幾個馬 就是神業 神業 神業可能都說會來香港 會來香港 是啦 不知道最終成不成事 希望成事 是 但是 如果其實 說一下神業 這場好像沒有分跑 這場沒有 這場沒有 原本有他的 是啦 因為可能真的 應該會來香港 其實如果神業 跑回這些水準 在香港都應該全數 正常的話 是啦 是啊 不知道他什麼狀態 但是 我只知道李武華 會繼續 這個 李武華 是李武華 李武華 這場有分跑 有啊 有啊 那一隻 是Sunday Racing 放星歡呼 大家忘記了 放星歡呼 記錯了 是 我寫了記了 李武華 其實是戰武者 鐵尿傲天 寫了記錯 福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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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無論怎樣都好 剛才我們說鐵尿傲天 放星歡呼呼都好 都有少少疑問 甚至戰武者都是 一來沒有熱身 二來 陶情 也都未必是他們最對的 但是 預計都是他們三個最強做熱門的 應該 算級數是最高的 但是 會不會有些馬可以挑戰一下他們呢 其實是沒有的 哈哈 可以老實跟你說 是沒有的 我也找不到 但是也有兩隻特別少少的戰線 就是有個三級賽 今年跑了一場 挑戰盃就有兩隻走過來了 是的 那兩隻就是極好事 還有 禮貫花環 是的 這兩隻其實我們都覺得有少少暗牌 先講一下 就是這場挑戰盃贏馬那隻 那隻就叫 禮貫花環 是的 那這隻馬是有少少特別的 其實 你純粹計算賽式 看起來好像不錯 因為呢 全勝的 甚至跑 還沒輸過 還沒輸過 聽聞本身原來當時 他是想跑抽話想的 他就肯謀結備 因為抽不到 因為他不夠獎金 是的 又抽不到讓他跑 是的 結果沒有了 但是呢 之後他就同日 其實當日的抽話想 他就跑過一場千八米三盤 即是三勝賽 大圓感 是的 就贏了 然後再跳來跑這場三級賽 都贏了 那這場呢 其實贏了 很輕鬆的 他跟著前面第二位 其實都叫做在前面放回來 都尚算是輕鬆的 但是其實我自己看回這隻馬呢 即是他可能有點運 因為其實始終跑級制賽 他三歲還要馬女 一定有兩磅 是的 其實他幾次都是揹著 都輕磅 53kg 52kg 即是110幾磅 是的 都挺好處的 但是你來到這裡 還有121磅 還有5磅 我想他這5磅都會幫到他很多 還有他的跑法比較機動 可以在前面走 絕對是絕對是 所以這些分分鐘就是我們所說的 譬如說有些馬 你說鐵律澳天也好 放星呼呼也好 預期有機會會比較留得後一點的 那會不會入直路 給戰武者 或者這一隻的禮貫花環 有機會先走掉 而那兩隻去追呢 那絕對有這樣的可能性 是啊 我想他都會有一個親衝擊 因為他底牌始終還沒有被人打過 沒錯 這些三級賽系是贏的 但是 雖然贏著同場 有份跑的極好事 但是其實兩隻馬 都未讓你看過他真正去到哪裏 其實極好事 你看看後面的11號 你這樣的手勢 你都不知道他究竟會有多少東西在手 這些第一次跑級制賽 你會想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純粹去看他那個時間 其實是絕對不差的 而且還要他是第一次跑2000 其實他其實 都有點搶的 其實 是啊 早段有一點點急的 因為其實 我有看過一個訪問 就是說川田其實他覺得這隻馬 那一場跑其實都還沒有學會 完全放鬆到的 因為還是有點急 還是年輕 但是其實他入直路 那時候都覺得這隻馬其實都很輕鬆 就是很快已經彈掉了 然後你見到他贏得不吃力 甚至你說跑第二隻極好事 其實阿威剛才也說 林終點當時都比較放鬆 那有大家 這兩隻馬 大家都有板神2000的職 相對來說 就有些場地和路程根據 是啊 我比較喜歡極好事 因為川田有時候都令人不放心 但是野田重職他也做回一件事 是 是 他最近都很聰明 但是如果你說我選另一隻冷門 我就會選同場的極好事 就是沒有理由放下 兩隻都 這隻還在後面衝上 是是是是 其實不差的 我看回他呢 他雖然現在就五歲 是 其實他跑了十二次 二次米的賽事 嗯 他有四溫三個球 一個球 換句話說 就是 都接近起碼有七成的 都過了都過 還要這隻是板神專家 跑四次 兩溫兩球 就是 他叫做陶情和場地適應性 就是有證明先 但是 只不過這隻馬 我們剛才說的四隻 包括禮貫花環 是 就全都未新的 今年 21年都未開過 他就 極好事就跑過 但是他那場金虎相呢 他是跑包美 我覺得金虎相 大家可以抹掉他 當熱身 是 是 就是 今年金虎相都爆了 是啊 某永堅還沒輸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稱 但是 但是 你都當是一個熱身賽事 嗯 我覺得 還有始終那一天 都是一個不良地 還有 可能也有些變化地 關係 也都 初初 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始終可能都是 看著這些大賽 嘗試 你說贏 就有點難度 對戰武者 鐵條浩天 但是 他絕對有些機會 可以爭一下 三三四四 分一下獎金都和美 嗯 同而因為這件衣服 其實金虎出兩隻 另一隻是總贊 那一隻就相對一般 感覺上 都應該是極好事 那個機會就會高一點的 因為我和看重一點就是 是 其實極好事 一直都是福永拆騎 是啊 其實 即使整個四歲 其實福永都參與了很多 那沒有辦法 福永就要騎跳浩天 是 最終換了三婆 但是三婆 都是一個好騎師 是 那我相信都盡力跑了 嗯 沒錯 那這兩隻 由挑戰盃上來的馬 就會比較暗牌 看看有沒有 會有些突破性的表現 那 好了 我們講完這五隻 我們開場也講了 今場的大阪盃就 強弱懸殊 就很分明的 講完這五隻之後 其他那一集怎麼辦 沒有啊 其他那一集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很多都放棄了 即是有些 都不是很失害的 就是魔族紳士這些 跑二千二 就比我跑二千 那我都不太會搞的 已經 還要一連一次 對 然後華駕納那些 都沒有了 沉到 沉到沒有了那麼久 還要沒有風都傷了 那不要搞了 那上年大阪盃跑 今年又會跑的 其實有兩隻馬 那 剛才阿威說的 華駕是一隻 那時候跑第五 另外一隻 掛鎖跑第四 這隻掛鎖 我記得好像 你之前有些節目 也有時候會講一下這隻馬 也有啊 但是 掛鎖其實是今場小倉 太想顛覆出 其實他沿途都會留在一個 中後的位置 不是說大外一氣也不太好 但是也有些追世 叫做贏在有熱身 但是其實看回他去年的職 自從駁完他爛滿之後 都好像是沉沉的 嗯 始終年紀大了 都七歲馬 很反覆一下 而且年紀有點大 是是 寧願駁一下 駁一下那些 戰武者可以在四歲有進步 反鮮回鐵鳥澳天 那個憧憬會比七歲老馬 不奇怪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機會 其實跑到 就是接近 跑到接近其實不會沒有 他在中間白色帽 這場小倉大上鏈 其實他又有追下 嗯 但是又不是很厲害 就是有狀態 但是又不十足 這樣就變得更加難爭 嗯 沒錯 所以其實你秤下去 底下那些 你有一些地方買 有些職位是比較差 甚至有些好像連級制賽都沒有跑過 就是跑一些三勝 表列賽那些都已經上來跑 那感覺對我們最初說的五隻的威脅 真的沒有什麼 是啊 所以就是一個極度分明的局面 嗯 但是我相信都 都好看的 因為始終都有他兩隻 叫做很硬的的馬 對 就是看他兩個鬥都好過 好過不能鬥 叫做 最怕是那些群龍無首 然後整班大混戰那些都哭不出來 其實我們就沒有跟大家說到高重工 其實高重工那一天 真的挺好看的 就是一堆馬衝上來 就是那些 你起碼可以喊一下 又可以肉緊一點 希望這一場都可以 希望正常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說了這場大板杯 那希望賽果正正路路的回來 是那五隻 那相信也是 真的會是挺好看的 這場賽事 是啊 那 就是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 是 看看會不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海外馬 因為唐卡士達一里 是因為 天譽影響 是 延遲了 所以原本 今天應該是做唐卡士達 唐卡士達 是啊 那就 儘管看看 如果大家想看的 有什麼賽事看的 都在留言裡跟我們說 那你也會跟大家做的 沒錯 那最重要的是 讓我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 沒錯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